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步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紫离离轻轻地摇头 对于黑袍人的话完全没在意 不知道吗 这不重要 气氛变得微微凝滞 好像停顿了下来 尤其黑袍人的气息非常冰冷 明显是压抑着他心中愤怒和杀意 之所以他没有选择立刻动手 是因为他也有一种不太确定的感觉 究竟是不是可以战胜面前这老头呢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李高楼却盘膝而坐闭上了眼睛 既然紫离离已经出现 那他接下来所有的精力 应该放在气韵盘上 如何能将铸天心斗的命格之力 全部凝聚在一起 形成属于自己的第四分紫微命格 这不是简单的问题 因此他必须集中自己全部的力量 不能分析 毕竟哪怕是第四分紫微命格 真的凝聚成功 想要在气韵盘上战胜黑袍人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看到李高楼的动作 黑袍人终究还是动了 他知道自己如果继续犹豫下去 那么一切真的即将结束 这样的事情 他是不允许发生的 所以他必须尽全力去阻止 那么杀了紫离离就是第一步 他的身影在空气之中 响起了精锐的声响 紧接着黑色的影子 瞬间来到紫离离的面前 一个六分紫微命格的黑袍人 怎么说都达到了巅峰 他的全力一击 究竟能够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 没办法想象 而紫离离则是猛的后退了一步 然后动作好像非常缓慢的 举起了拳头 面对如此快到极致的黑袍人 他如此缓慢的动作 怎么看都相当的怪异 但是偏偏就是这极度缓慢的动作 刚好挡住了黑袍人的拳头 两股能量对撞在一起 发出巨大的声响 简直就好像是个小炸弹爆炸了一般 随着这种场面 紧接着黑袍人再度冲了过去 他依旧没有停顿 眼中只剩下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杀了紫离离 同样紫离离还是缓慢的动作 两条手臂似乎将一切都尽在掌握 那是一种很古怪的感觉 明明极度的缓慢 但却好像可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和极快的速度 这样的本事 黑袍人从来没见过 他也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 紫离离应该是达到了一种传说中的境界 大宗师 真正的大宗师啊 白鹤道长惊讶地脱口而出 没人知道他是如何看到 圆形基地上的场面 尤其是他能够看到紫离离的实力 就是大宗师 一直以来华夏的战士都是清楚地知道 对于人类的身体来说 会有一种传说中的境界 那便是大宗师 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清楚的 没有见识过的人也是无法理解的 但是这种境界的确存在 可惜想要从思想栽到肉体 到达这种境界实在太难了 几乎可以说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今天 他们真正看到了一个人 可以达到大宗师的境界 紫离离正是如此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挡得住黑袍人的进攻 毕竟这个家伙的运势 已经基本上可以粉碎所有的麻烦 不过同样在意识到紫离离的境界 应该达到大宗师之后 白鹤道长的神情显得非常复杂 他知道紫离离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出手 阻挡黑袍人 替李高楼赢得最后的时间 很简单 当一个人的实力达到大宗师之后 他的招式不是跟普通人一样 消耗身体的能量 而是在消耗着生命 之所以如此 原因也非常简单 天道循环 一切都是两个字 平衡 大宗师的实力 基本上不会再有对手 面对任何敌人 只有两个字碾压 所以他们如果保持静止 可以活很久 但是一旦选择跟人动手 那么情况完全不同 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 所以白鹤道长最终 还是轻叹了一句 李高楼一定要成功啊 所有人的付出就是为了李高楼 如果李高楼失败了 那么这些人的付出也就彻底的白费了 黑袍人跟紫离离的战斗依旧在继续 但却没有多少人可以看得懂 只是差不多五分钟之后 黑袍人突然停了下来 你会死的 作为一名基本上到达巅峰的高手 所以黑袍人虽然不知道 关于大宗师的事情 但是他却可以感觉到 紫离离的生命气息变得微弱 那种微弱哪怕非常细微 但是他却可以清楚地察觉到 所以他才会停下 紫离离这样的高手非常罕见 所以黑袍人非常欣赏 因此他想着 自己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 去跟紫离离进行某种合作 然而就在下一刻 一把刀刺穿了他的肩头 也就是他停顿的片刻 根本没反映过来 紫离离是如何动手 尤其是这把刀 已经送进了他的肩膀 这样的事情 黑袍人也说过 以至于这种痛苦 让他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战斗的时候 你这样是会死的 轻飘飘的声音 从紫离离的口中响起 他对于自己的生命气息 正在变得微弱这件事 显然魂不在意 他在意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李高楼 用尽一切办法 替李高楼拖延时间 自己的生命 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只要可以让李高楼 成功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并且凝聚出那第四分子为命格 一切都是值得的 混蛋 我要杀了你 终于反映过来 自己已经受伤的黑袍人 在这个时候的愤怒无法抑制 他又一次的冲了上去 这一次的黑袍人 激发出自己全部的能量 就像他这句话说的一样 他又杀了紫离离 不顾一切 至于说紫离离 这个时候还是保持着 跟之前一样的平静 他今天会出现在这儿 就已经做好了 应对所有危机的准备 包括付出他的生命 更何况 他或许可以杀了眼前的黑袍人 如此疯狂的想法 只可能出现在紫离离的脑海里 任何人无法想象 因为这个黑袍人 是永生会的首领 一直以来 永生会都是他一手建立的 而且他的身上 可是有着六分子微星命格 更不要说诸多隐藏的手段 而且可能就是来自于 暗黑者闻名的武器 所有的这些 都让他显得无人能敌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想着 只要能够阻拦他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紫离离大宗师的境界 可以跟黑袍人 呈现出一种 势均力敌的状态 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至于说杀了黑袍人 这种事不敢想象 可是紫离离就是这么想的 而且没人知道 他之所以展现出来的实力 他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诱敌深入 现在看来 这一切非常顺利 他所等待的机会 就这样到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